杨简跑到飞龙洞来搬请啊,聚留孙,没见着大仙聚留孙,跟这水火童子啊,哥儿俩聊了这么一气,水火童子向杨简一介绍这土星孙啊,真把杨简给气乐了,这人怎么这样,哦,合着他人在高山修道, 但是呢,这这个色欲还很强,没事见了女子就大哥,你说这还能输得了套吗,这还,怎么这么一个人呢,哎,真格的,我说杨简师兄,您见着我师哥,土星孙啊,岂止是见着我,他闯了大祸了,他在西齐城呢,驻文太师, 而且呢,还杀了殿下 是啊,哎哟,那您上这儿 我呀,发现了一条魁仙绳 这绳子,把开火武城王黄飞虎给捆住了,说什么也解不开了 我越看这绳子,越像了 我师叔的宝贝 嗨,别提了 听到这儿水火童子一跺脚,怎么了 我刚发现,哎,在这个藏宝的地方,我这么一看 少了三根捆先生,一共是九条 溜了三根,我还正纳闷呢 哪儿去了呢 我想问问啊,我师哥土星孙 结果,我到后边石洞里头一看 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啊,溜出这个洞府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的山 感情他跑到西齐去了 你说这不给老师找事儿吗,这不是 想一想,行了,你别着急上火的了 你告诉我,我师叔去留村,他在哪儿啊,哎呀 所以我从自己听叹了口气啊 师哥,您还不知道啊 我师父也好,还有师伯师叔 就是玉徐宫门前十二大弟子各个萧去顶上三花 好不可怜的 教主啊,把他们全都给接到玉徐宫去了 帮着他们呢,恢复着三花武器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杨姐一想,这可麻烦了 怎么办,我哪儿敢上玉徐宫去呀 起码说,也得由我师叔江子牙一句话呀 或者我师父说了,说你去吧 到那儿找谁谁谁,把这事情说说 要没有他们的话,那是随便去的地方吗 哪能往那儿溜达呀 我也不够资格呀 杨姐一想,算了吧 我赶快回去跟师叔交代交代 哎,我说贤弟啊 他跟水火童子商量 你会不会解这绳子呀 水火童子一听 我会记 钢啊,练的这份上 能把这捆先扔记起来 但是 我不会解呀 算了吧,算了吧 贤弟你好好看守洞府 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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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做主张 另做打算吧 说完了,杨姐,下洞光跑回来了 他一见紫牙,江丞相一看 啊,杨姐 你是不是白跑一趟 哎呀,师叔您太盛名了 让您给猜中了 可说白跑一趟吗 虽然白跑啊 哎,也不算完全白跑 怎么这么说呢 我把土行孙的这来历全打听了 他确实 是我师叔拒留孙的门生 哦 杨姐一听 这个灭障 那么既然 这是玉须公 门下的再传之人 那他怎么能够 跑到这儿来 反西齐啊 杀殿下 你这还了得吗 哎 杨姐一想 你们完了 师叔 我呀 我我 我找他去 找谁去 找这土行孙呢 我把他给收乡过来 我跟他说说这前前后后的事情 我假传一回圣旨 我就说我师叔 拒留孙 有发指 叫他赶快改邪归正 您看行不行 杨姐一听 哎 他现在已经是 是邪门心窍了 你去说呀 白说呀 只有把你师叔请来呀 啊 杨姐一听 子牙师叔说的对 但有一样 我应该呀 从飞龙山直接赶到玉须公 但是我不敢去呀 为什么 我 我不够资格呀 随便跑到提令牙前 我上那儿去 我干嘛去呀 师父知道了 那非监管下来不可呀 思雅点了点头啊 哎 他同意 杨姐这个做法 觉得杨姐做得很对 因为什么呢 不管有什么大事 有什么 这个十分恼火的事情 也不能 那轻易 去这个打扰玉须公 那那不得了 你呀不去算对了 师叔 您吩咐一声吗 咱们我有您的将令 我就敢去 紫牙一想 那我也得和解和解 那么我也不能轻易 就让你 你去 哎呀 您要不让我去 那 那武城王谁解救啊 看来 这就要不行了 这么勒勒来勒去的 还不把武城王 黄碎虎 活活勒死 现在就奄奄一息了 这不得了了 紫牙何尝不着急 用不着杨姐说 那江城降提的 是坐立不安 与其这样啊 杨姐呢 你在这儿 带着哪吒这些小兄弟 好好看守啊 西七成 一定要保护好 武王千岁 我要亲自啊 上探昆仑山 我得把这事情 跟老师说一说 按照这个时间推算啊 时间也不短了 自己下山 好长好长时间 又有些日子 没听老师的教诲 我应该去一趟 那么 见见老师 把西七成的事情 说一说 哎 服带着 我要能把你 师叔聚留孙 一同请来 那就更好了 哎呦 杨姐一听 江子牙要亲自 上一趟昆仑 那可太好了 那比我们 这些小弟兄们 办事 那咱俩是多了 您的身份在那呢 子牙一听 呃 我来准备准备啊 那么 我走之后 这可所有的事情 你就啊 得多分分心啊 杨姐一听 那是自然师叔 您只管放心吧 子牙收拾收拾 就在当天晚上 离开了西七成 奔昆仑山来 来到昆仑山 到了麒麟牙前 吓得坐起 往这一站 赶着一段 深圣的尘土 哎 是心情平静了一下 子牙抬头看了看 遥望于虚空 自己不由的 暗自长叹了一声 他长叹什么呀 子牙现在有点后悔了 当初一日 不应该下山 虽然说自己啊 学到 就是难成正果 列不到先班之中 那么 我就 一直在这打扫担炉 收拾卫生 就在这儿啊 静心修炼 也比到西齐 当这个丞相强 现在后悔 也没用了 子牙 找了一颗 轻松 把这个座椅拴上 然后 他奔鱼宫来了 走了没有几步 听身后有人叫他 前面是子牙师叔吗 哎呦 子牙回头一看 是伯鹏 是伯鹏童儿 哎呀 先知啊 正是我呀 怎么办 你师父知道我来了 当然知道 您来干什么 老师也知道 您想见见哪 教主 但是 但是 现在 您见不到 我师父说 您得赶快回去 西齐啊 出了大事 把江子牙吓的呀 一个打个冷战 什么什么 他知道 伯鹏童儿 这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伯鹏童儿 那对江子牙是十分的尊重 怎么敢在子牙跟前胡言乱语呢 肯定这是有事 出了什么事情 哎 师叔啊 您赶快回去看看吧 现在 那清福神百贱 急的呀 是到处乱撞 找您也找不着了 怎么回事 有人胆得包天 在风神台前 居然 把风神榜给抢跑了 什么什么 子牙一听 自从风神榜丢失之后 那真是费了三毛七拱心啊 九牛二狐狸啊 好不容易才把风神榜挺回来 怎么又让人家给 给抢走了 不但抢走了 这一棒差一点 把清福神百贱 给打着风神榜上去 怎么回事 这人可太厉害了 他暗算无常死不知啊 他才突然间下手 是清福神百贱呢 一点准备都没有 就是一点思想准备没有 突然间 突然间在他身旁就出现了一个人 就给了他一铁棒 把他打倒在地之后 他抢起 福神榜就走 子牙一听 那这是什么人呢 如此胆大包天 不和童儿告诉江紫阳 说师父已经告诉我了 这个人的名姓 此人姓土啊 叫土英孙 哎呀 子牙腿软扑通一下 坐那儿了 怎么回事 我就是为他来的呀 啊 你说这 这个孽障 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难道说 混了雄心抱胆了 胆子抱天啊 你说这这怎么办呢 子牙现在为难了 那么既然 伯赫童儿 说了这番话 他知道这不是童儿编造的话 这都是南极老寿星告诉的 自己应该立刻就返回西齐 但又一样 武城王被捆先生给捆的 已经快崛起身亡了 那我得见进巨留孙 啊 跟他请教请教 他去不了 那么告诉我几句咒语 把这捆先生解下来啊 子牙刚想到这儿 只见呢 伯赫童儿一伸手 从兜里拿出一件东西来 他这么一看 是一份密简 交到子牙手里 告诉他 你就按着这个 念上三遍 这捆先生就自然脱落 他自己就解开了 而且啊 用不了一两日 我家师叔巨留孙 就要亲自到西齐 助师叔你一臂之力 您赶快回去吧 子牙一听 波歇了 这都是南极老寿星 好心安排啊 自己转过身来 恭恭敬敬 我说 还是 这一时 杨贤小弟兄们这么一看 哎呦师叔回来了 一个个兴高采烈 不用问呐 把办法要来了 师叔您回来得好快呀 快快快 您都见着谁了 我都见到了 子雅也没跟这小哥几个详细说 这番经过 说谁也没见着 只见到伯鹤同儿 把我给打字回来了 哪能那么说呀 他先拿着这个密箭 到武城王府 把身边的人全都打发出去 然后门窗紧闭 子雅把密箭请出来 连念了三遍 只听武城王黄飞虎大叫一声 痛杀我也疼了一下 站起来了 孔先生落地了 子雅赶忙把这绳子缠吧缠吧 揣兜来了 怎么 这玩意不能让他丢失了 这样是丢了的话 你知道谁会念几句咒语 啪一下 扔起来 这得谁捆谁 受不了 哎呀 吴城王醒过来了 这时啊 院子里就沸腾起来了 大家进着屋来 喝 全都啊 向吴城王道贺 黄飞镖 黄飞豹 二王千岁 三王千岁 跟吴城王这么一说 多亏丞相解救 黄飞虎是大礼拜谢啊 要跟子雅十大礼 子雅伸手相差 你我同殿称臣 何须这么多的繁杂的礼节呢 哎呀 不必如此 哎 千岁 你好好敬养几日 我得赶快回相府 子雅心里像着了火似的 他着急啊 他赶快回来了 回来吧 养减众人等叫到跟前 气得子雅之跺脚啊 谁把他给气成这样 吐行孙呢 这东西简直太不得了了 怎么能够胡闹起来 啊 他打伤了清夫人 抢走了风神榜 我今夜 就要到风神台亲自去一趟 他就安抚安抚 清夫人百见呢 当天晚上 子雅真去了 去离开好吗 清夫神百见 伤势还真不轻 子雅给他留下了几粒仙丹 然后 告诉他 你不要着急 抢风神榜的人 他不是冲着你 他对你百见 无冤无仇 这是冲着我将上来 我自有道理 子雅现在恨不得 撒下天罗地网 一切子就把这土行孙给抓住 抓不着啊 怎么回事 土行孙现在 在乘堂大营里头 呵 那简直神气十足啊 威风不可一世 眼看着太实文重啊 都没他这气魄了 好之重将都围着这土行孙拽摇 土行孙 没得不得了啊 怎么 谁比得了我老土啊 西西城 夜晚行刺 谁敢去啊 没人 那是我 甭管怎么的 我把那殿下 给收拾了 总然就算杀错了 但是我杀了一个 而且我随时 可以把江子牙的手机提了 那还不算 最近 我要把风神盲给摘了 因为这几天呢 待在这城堂大营里 他听太实文重讲 跟他说的呀 非常 详细 就这风神盘子 来历一切等像 如果说 要把这盘摘了 江子牙呀 当不成这城乡 他也保不了 这个周武王 可但是有一样 这摘不了啊 我们都没有 这个本领啊 温太师 把这些想法 就跟土行孙说了 土行孙 这算什么 我不得摘了 您告诉我 在什么方向就行了 我顺帝里头就去了 由地底下溜达过去 这算得了什么 小事一桩 不足一论 他真就去了 这土行孙呢 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也难怪 怎么 这后边 有人指使 谁呀 就是他新教的那位 他那师叔 申公报 你别看这申公报啊 脸朝后长 这土行孙 就爱跟这位 深仙人 在一块待着 因为这深仙人 说的那些话 他都特别爱听 哎 这回 他来到 城堂大营这儿 之所以 能咬紧牙关 一直 在这儿坚持着 哎 自己呀 受委屈也好 受抬屈也罢 他是不论了 做上宾哪 是接下求啊 一概 没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土行孙 有一个企图 就是说 有点构头 他企图 什么呀 他就想 给这个 邓九宫元帅 做姑爷 他就冲着 这位小姐 邓禅玉 所以 自己受再大的委屈 哎 他也高高兴兴 乐乐呵呵 今儿子在这个 城堂大营里 这一夸海口 贺文太师 高兴得不得了 亲自霸展 给他买了三杯酒 土行孙 喝完这酒啊 晕得呼的 他就溜达出来了 腰里憋着这铁棒 带着一把短刀 他到处学嘛 这风神台 哪有风神台啊 他找不着啊 土行孙呢 吹唬了一气 他不知道 这风神台 在什么地方 自己找的腰酸腿疼 他就在这个 山坡下边 找了一块石头 往这儿这么一躺 他睡着了 睡着正香 忽然有人叫他 哎 爷们儿 醒醒醒醒 土行孙睁眼一看 哎呦 腾愣一下 激动的他蹦起来 当时跪倒在地 拜见师叔 我正想您呢 来的是谁呀 深宫报 然后 然后 Set 什么 看 野обр 平